一大早民众来到医院 依序报道接种疫苗 现场动线顺畅 公费疫苗预约平台施打作业 彰化线采取生日分流制度 生日月份在1到3月的民众 建议在预约时段的10到20分道 4到6月则是在20到30分道 依此类推 那当然是好 因为你在约定的时间点 里面才不会有过多的人在那里面 这样分流之后 生日在上半年的民众 就会集中在预约时段前半小时 生日在下半年的民众 则是在后半小时 我想今天早上看得到 相当于的顺利 我想今天是第一天 我认为医院会有帮助的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减少人潮聚集 呼吁我们的民众能够 配合我们以生日分流的一个做法 卫生局提醒 超过预约时段不用担心 当日现场时段都可以施打 但预约当天没到场的话 必须等到下轮开放再重新预约 大海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